这节课可能时间长一点 我再补充一下 这台主机过期了 我们租了一年 我们换了一台主机 换了A4号主机 这个老主机停服了 服务器停止了 我没有续费 如果你不做解析的话 还是输入这个域名 同样到达DNS这个位置 它还会帮你解到老主机上 但是这个老主机 你的这个位置空间 这个信息接收器 它已经不能工作了 因为你的主机停服了 不能工作了 用户会访问到一个空页面 一个报错的页面 这时候我们要给它重新做解析 比如说这个叫121.4.8.9 我是举个例子 这老主机可能是在国内 这个新主机可能是在国外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新IP地址 在域名解析的这个位置 A记录里面给它修改一下 把老的IP地址换成新IP地址就可以了 生效一般会在一个小时 这个每家的域名解析服务器的刷新时间是不一样的 安全期间还是24小时 甚至更长时间 但一般情况下一个小时就可以了 快的话10分钟就可以了 这就是域名解析 前提是你的域名要在有效期内 因为域名也是每年都需要付费的 如果域名没有续费 那你这个域名解析 它是一个域名服务商提供的一个服务 它就不能提供服务 买服务器也没用 域名到期了或者是过期了 它到这个位置就停服了 用户在访问这个域名 刚到这里就不能打开了 根本指不到对应的服务器 这就是域名解析 就能水过去 来打开了 扣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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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